我国性别平等的情况有点退步了 去年的性别差距指数是70.7% 比之前一年微跌0.7个百分点 整体表现在146个国家当中排名80 在四组指标分类中 政治父权得分只有10% 凸显两性的参政度差距非常大 我国女性国会议员的比例只有14.9% 女部长也只占15.6% 远远落后于男性 但在另外三个指标分类 也就是教育水平 经济参与机会以及健康生活 得分都超过10% 70 如果以地区来看 性别平等得分最高的是吉隆坡84.2% 最低则是斯美兰68.6% 统计局总监纳都斯里乌兹尔指出 我国性别差距指数在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 去年排名第九 领先日本、印尼、越南和柬埔寨 但依然落后于新加坡、菲律宾、澳洲和纽西兰 也就是教育水平等的 水平等的水平等的水平等的水平等 就去年称了 也就是 有了